糖尿病的并发症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俊宏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副主人医师 糖尿病作为慢性病 血糖高 糖代谢紊乱 脂肪 蛋白质代谢紊乱 只是一个表现 它病成肠的话 最出现多的问题就是一个并发症 并发症主要分两大类 一个是糖尿病特有的微血管并发症 这个像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 糖尿病身往膜病变 糖尿病肾病 这些都属于微血管病变 这个就是大血管病变 这些就和这个肥胖高血压 导致的这个大血管病变 基本上是类同的 最常见的冠心病心肌梗塞 脑血管病脑梗塞脑出血 还有这个外周血管病变 最常见就像常说的糖尿病足 其实糖尿病足 从概念说 它不全是微血管也是大血管 它是两个结合的 就是微血管病变基础上 也有大血管病变 微血管病变 比方神经病变 导致患的这个感知能力差 脚底下有个摩擦的东西 磨损呀这些外周的因素 或者斜不合脚 它感觉不到 就这种挤压呀磨损呀 再加上本身大血管这个 动脑症状硬化缺血 就导致一个糖尿病足 所以这个典型的糖尿病足 就是微血管大血管病变 还有外在损伤 三者共同促进的一个结局 像这个无创伤性的节肢 还有失明 最后导致肾功能衰竭 还有心脑血管病导致的死亡 或者这个劳动能力丧失 间接的子女啊 或者社会支出都是挺大的 所以糖尿病的治疗 降血糖的同时 盯着病房的治疗 应该是永不破灭的一个主题吧